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英雄之旅160-175 你所不知道的是大地的馈赠等元神成就全收集 1.0-4.8共1240个已完结 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没日任务 世界boss及其他元素专家1176-196 随风而而去吧 艺术就是 必须毁灭两次等 这期视频我们来修集英雄之旅 这整个一座成就合集 这个成就合集其实只是为了发出来 然后统计数字 没什么好说的 就比如升角色的好长度 然后还有打200-400-800次长青花或者骑士花 还有这些升武器之类的 你们小伙伴们在不停的提升练度和等级的时候 就会不停的把这些任务给做了 然后如果想快速获得了搭机馈赠的话 可以不用数字 就是每次都用体力来打 同时打体力 就是打长青花和骑士花的时候 也能提升角色的好长 同时成哲虎 可以给角色赠礼 给入住的角色赠礼 也可以快速提升角色的好长 这样更容易养到四级的好长度 台湾原神不久的小伙伴想要获取五星顺于五 所以看我合集的P18 那个近十九处的任务 前提是你要把 岩神向中奉到满级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元素庄家的成就 因为每次成就可以完成三次 所以三七就是二十一个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砂糖 然后还要再准备一个凯亚 再加一个丽莎 最后准备一个香菱 我们看一下面板 就是凯之德 不要带胜遗物 然后武器也 可以的话换成滴的 砂糖也是不要带胜遗物 然后是丽莎的话 尽量多对一点精通 加上香菱 香菱能有多招对多招 就是它的输出 好然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需要来到彩胶组的这 我们可以从这里提皮剪过来 就是残岩居员旁边的彩胶组 来到这个位置 好来到这之后 我们拿出任意的缝隙角色 我们跳下来 来这里会出现四个史莱姆 我们等它聚到一起的时候 用扩散技能 扩散四个元素 就能拿到这一层就 随风而去吧 在进行下次扩散之前 我们要等这个 火史莱姆头上的火 等它升起来 就是水元素要下去 要不然你扩散不到火元素 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这个位置 加一个传送锚点 然后拉出去 之后再来一回 就这个 它要重新升起火元素 我们再来扩散 好之后我们来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这个 奔朗林左上角 这个赛希莉亚苗圃 武器副本 我们来进入副本 之后选择最低难度 我们进行当人挑战 进来之后 我们开启挑战 然后换出台亚 等斯特随时莱姆 聚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用台亚的异技能 把它们全部冰封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成就 问题吧 我们所以多次挑战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点击重新开始就行 下一个成就也是在地的副本拿 我们要用丽莎 我们长按丽莎的异技能 一次性击败四个史莱姆 就能获得我们的记者成就 略大于爱情 记者成就也是可以完成三次 分别是第一次第五次和第十次 好拿到这个成就之后 我们来退出秘境 出来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这个 忘却之侠 这个天赋 副本 到了这之后 然而我们进去 开始挑战 依然是选择最低难度 我们点击当人挑战 这次我们要用相邻 来进入副本之后 我们去开启挑战 然后我们来切出相邻 等这几次的冰史莱姆 居到差不多 我们来开的大 撞一圈 就能获得这个成就 必须毁灭两次 好的 拿到这个成就之后 我们来退出副本 退出副本之后 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马斯特交 也就是深渊 来到这之后 我们进入深渊挑战 我们选择第一层 第一肩 这次我们需要拿出烟飞 或者是有犯我性伤害的火系角色 我们还要再加一只猫猫 我们的猫猫还需要一定的练度 小伙伴们可以拉一下 其实猫猫很值得练的 随便选择一个 那个卡牌 然后我们来开启挑战 用烟飞一直拼A 这是大20级的烟飞 我们随便给点善移物就行 就能获得这些成就 艺术就是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挑战 直到拿拳成就为止 来我们来演示下面的另外一个成就 用猫猫完成 用超导伤害两秒钟之内击败4个敌人 等这个雷史莱姆就得差不多 我们用猫猫的大招 然后把雷史莱姆引进来 就能拿到这些成就 来之后我们退出深渊 我们再来挑战一次 这次我们要去第二间的2-2 我们要去找那个大型的随史莱姆 这次我们要晃出彩之歌 再加一个输出角色 我们来到2-2之后 随便选一张插牌 来这开启挑战 之后晃出我们的凯之歌 找到这只大型随史莱姆之后 不停的用大招和他的异技能 把它冻结 冻结10秒 我们就能拿到成就 这个时间是完全走的 小伙伴们可以多次完成 拿悬成就我指